林老师啊 我到底怎么做 才能让别人喜欢我 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他们还是不喜欢我 别想太多啊 小董明啊 老师跟你说啊 圈子不同啊 不必强容 层次不同 如何想通 谁人背后不说人 谁人背后又无人说呢 人在人下呀 才会议论别人 人在人上 才会尊重别人 比你强的人 根本没时间看你呀 只有不如你的人 才会背后 无聊的去议论你 有人嫉妒你 说明你出众啊 有人孤立你 说明你强大 所以你不必急于去争辩 因为这一切 它都始于不如你 因为嫉妒 本身它就是一种仰望 既然我们堵不住别人的嘴 那就做好自己的事 走好自己的路 就是对不喜欢你的人 最有力的反击 流言蜚语不足句 问心无愧往前走啊 当你下一次回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又超越了别人 很多很多 所以不要急 不要躁 这俗话说得好啊 足虽有节 却容易节外生枝 偶虽有口 却出于离 而不然 生活中 总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 也会有人对你 指手画脚 不要苛求别人都对你好 也不要苛求别人都对你不计较 你若多成为别人喜欢的样子 别人一定会喜欢你 但你未必会喜欢自己啊 倘若你成为自己都喜欢的样子 你一定会喜欢自己 说不定 别人还是会喜欢你 所以你不必可以去掩饰自己 别人带我如何 是我的因果 我带别人如何 是我的修为啊 学最好的别人 做最好的自己 君子之交 随方救援 无处不自在 有所为 有所不为 各自追求 各自珍惜 所以不要太在意别人 是否喜欢你 也不要听别人去忽悠 你的人生 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完成 自己 脑子里有没有祸 手上有没有本事 认识再多的人呀 都没有用 最后靠着 还是自己的真本事 花言巧语 终究不堪一击呀 修炼自己 比迎合别人 要重要得多 都明白了吗 好好 做自己